世道变了 三家灭治 战国开始 战国常常被看作春秋的延续 或与春秋同一时代 叫春秋战国 这其实是极大的误解 实际上春秋与战国是两个时代 中间也隔了好几十年 只不过由于史料的匮乏 我们对这几十年的情况 知之甚少 但可以肯定 战国与春秋的差别 不会小于男人和女人 尽管男女都是人 比如战争 战争是春秋和战国都有的 然而性质和方式却截然不同 春秋的战争更像是竞技体育 讲究外交礼仪和游戏规则 包括不展来史 不古不成烈 不崇伤 不竹北 不擒二毛等等 诸侯们宣战的目的 则主要是炫耀武力 吓唬对方 拉帮结派 争当霸主 最卑鄙的动机 也不过掠夺财富和扩张势力 这样的事情当然也不少 春秋早期中华大地上的邦国 据说有上百 到晚期只剩下二十几个 便是正名 春秋战争中最卑鄙的勾当 是楚文王干的 事情发生在鲁庄公十年到十五年间 牵涉到的邦国有陈 蔡西 当时 陈国一位公主 嫁到西国 路过蔡 碰巧 蔡哀侯的夫人 也是陈国公主 自然要紧地主之意 可是这位陈国公主 或者说西国夫人 实在是太漂亮了 蔡哀侯一见 便完全不能控制自己 言行举止 颇为轻条 西侯闻讯大怒 一壮告到楚文王那里 楚文王受理了此案 当真去讨伐蔡国 还俘虏了蔡哀侯 蔡侯为了报仇 则怂恿楚文王去抢西夫人 楚文王听了蔡侯的描述 居然当真灭了西国 把西夫人举为己有 这可真是蛮夷的行径 成为楚文王女人的西夫人 后来被称作文夫人 他为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 其中一个就是楚成王 然而许多年下来 这位美女从来不主动说话 楚文王问他为什么 西夫人答 我一个小女子 侍奉了两位丈夫 还有什么话可说 楚文王无言以对 他出气的办法是 把蔡国又痛打了一顿 不过 抢地 抢钱 抢女人 往往是顺手牵扬 因此也有把抢来的土地和人民还回去的 甚至还有用阅兵来替代史战的 比如少林之战 就没有真打 楚庄王罚臣 臣国也没有被灭 当然 庄王原本已经把臣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 但被大臣一劝 又还给了陈人 他甚至没将下姬收入宫中 尽管下姬之性感 未必亚于西夫人 这时的楚国 已经变成华夏了 适合大夫参战的目的 在春秋主要为荣誉 包括邦国和个人的荣誉 因此在整部左传中 可杀不可辱的 史不绝书 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 却一个没有 当然 春秋晚期也出了两个胆小鬼 一个是赵武的孙子赵罗 一个是魏国的太子 快溃 当时赵央发兵拦截 给范氏和中杭氏送粮的政军 他俩和鲁国的杨虎都参战 赵罗单独一辆战车 快溃则担任赵央的车佑 杨虎英勇奋战 那两个却吓得半死 快溃甚至吓得自己跳下车来 赵罗的驾驶员没有办法 只好用绳子把他绑在车上 快溃则被赵央的驾驶员拽上车去 还被斥为像个女人 然而快溃重新上车后 表现却非常出色 他不但救了受伤的赵央 还接替赵央指挥战斗 缴获军粮一千车 所以战后论功行赏 快溃便自称是车佑中功劳最大的 赵央的驾驶员则说 参马的杜带快断了 我还能控制战车 我是驾驶员中功劳最大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 这位驾驶员往空车里面 装了些小木材 参马的杜带立即就断了 这就是春秋的战争 的确 战争在春秋是荣耀的事 也是体面的事 还是君子的事 因此流血而不嗜血 有血性而无血腥 即便是成仆这样的大战 时间也只有一天 一旦决出胜负 就各自收兵 绝不赶尽杀绝 像岳王勾剑那样 把吴都议为三年 亦是蛮夷作风和战国作派 为正人君子所不耻 然而在战国 一场战争打几个月 是很正常的 杀人上万也稀松平常 比如秦国 从县公到嬴政 大规模坚敌的战争15次 敌方死亡总人数102万8千 其中最惨绝人寰的 是秦将白起 在伊雀之战 斩敌首级24万 在长平之战 活埋降组40万 至于屠城这样的野蛮行径 当然也是战国的发明 世道变了 一个新的时代 已经开始 就是宝贝 杂宅 当然是 地人 优优独特 杂宅 宝贝 Woody 儿子 杀宝贝 杀宝贝 对 物贝 诶